那今天呢给大家叨叨一下玉树啊 很多就是稍微年长一些的花友呢 非常喜欢这个 不是说喜欢的都年长 有一个小臭宝也喜欢养 那好的话说老花姨为什么把玉树种养不好呢 就是你要了解啊 玉树首先呢大家一定要了解啊 它是一个多肉类的植物 就是非常的耐旱 在夏季的时候呢 大家不要给它强光猛晒 但是比较怕热 很多的花友呢 在冬天的时候放到地暖上 或者放到暖气上 或者夏天的时候放到大太阳底下猛晒啊 它就显得叶片没那么润啊 它可以对空气湿度这一块可以高一些 但是呢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盆土尽量的要让它焊一些 你看我们这个都根系都快长爆了 它在略看的时候啊 这个根系会长得很猛的 像我们这个要换盆的话要剪开了 它对于土质的要求呢是一点都不高 泥土也行沙土也行 关键点就在于咱们的一个浇水跟一个光灶 它夏季高温的时候要减少浇水 它一年四季也就浇个几回水就可以了 你只要空气湿度很高很OK 它都没问题 另外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看着点枝条 你千万别让它枝条上涨气 只要稍微有那么一丝丝迹象 就说明你是长期缺水的 很多的话说 老阿姨你看我们的玉珠都长活着了 我长活着了不是好事 那说明盆土里面太干燥 空气里面过湿润 你知道的话 它会慢慢的把老的根系死掉 它上面的那些新根系 就会取代它 好吧 这上面有很多的这种小牙子 这个你可以下面的这些个 稍微给它掰一掰 不要让它长得过凶 要不然到时候太密了 你掰下来这个呢 咱们都可以去牵仓 可以去玩 你像这种 是吧 它只有在空气湿度很OK的时候 它下面才会长得很多 很多话说 老花一我长得就很瘦 那就你家里面太干燥 那么呢 再说一说肥料 很多话在养这种 他认为是用的蛋肥比较多 你要了解像这种厚厚嘟嘟的哈 一般是蛋肥和甲肥都要有 磷肥少一些 它又不怎么开花 是吧 大家呢 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甲肥略多的 你像它跟多肉一样 就用奥绿的A2啊 或者花多多的12号 就完全OK 可以的 用土的话 如果说你想省钱的话 你用一些沙子稍微掺一些个发酵过的粪肥 或者肥叶土都OK的 用泥土照样养的好 你看我们这都是泥土的 好吧 从来来说非常的简单 希望画门不要过于纠结 而且这个东西呢 你掐一个比较饱满的这种老叶片 放到这个盆上 它都会长根 非常皮实 非常好养 要是连玉树都不会养 臭爬 放弃吧你 我这的话 养花就在意 祝大家养的花花越来越棒 下集再见 拜拜